来关心脱逃超过两个礼拜都抓不到的飞飞 现在东宝单位打算要换战术来捕捉了 现在这个抓飞战情势呢 先暂停追捕该以这个守株待兔的策略 他们会在定点呢放香蕉来诱补他 只是为什么这只飞飞脱逃了超过17天这么难追呢 专家现在说了 因为飞飞他不像猴子喜欢爬树 他们喜欢在地面行动 比较难掌握行踪 再加上他们的动作很快不好追捕 而且呢还会躲进像是空屋啊 壕沟或者是寒洞 也比较像人类懂得侦查敌情 那故宫小编现在也跟上了这波热潮来发废文 废废的废 他们在粉砖上面呢 分享了李时珍编的《本草纲目》里 他们说就写到了废废的资讯 而且还图文并茂的贴出来提醒大家 废废是见人就笑 要小心这一抹诡异的微笑 对废废来说 其实是威吓的意思 千万不要上当 在台铁复岗基地里左右查看 沿着轨道来回走动 沸沸出现在台铁的维修机房内 还四处趴趴走 农业局大费周章还是抓不到他 原来他不仅警戒心强 也习惯在地上奔跑增加微不难度 猴子喜欢在树上活动 容易吸引目光 比较好围捕 不过沸沸更喜欢躲在寒冬或是遮病物里 很难找到她的身影 如果真的和沸沸相遇 千万别有太大动作 尖叫 微笑 对她双眼猛瞧都不能 古人就曾在四库全书提醒我们 沸沸见人则笑 他们深信紧张 其实这是他们的威吓动作 他们一旦露词 就是表示在威吓对方 不要进到我的领域来 或是不要来跟我争的食物来源 除了外头的沸沸还在追 新竹六福村也持续配合县府清点 将隐蔽死角区域封闭 确保清点时不会有遗漏 华世新闻 吴权远 李琴婷 萧宇寿 桃源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